我的好朋友说这个国庆回不了老家 特想吃家乡的喜饼 那就宠他一次吧 今天用烤箱和电饼铛两种做法 没有烤箱和电饼铛的姐妹 也可以用平底锅 特别的简单 配料也是很简单 就鸡蛋糖 面粉 然后酵母 可以直接用完整的鸡蛋和面 我提前将蛋打散 主要还是我的糖比较粗 加糖一起打散 可以将糖化开 这样就不会面和好了 糖还是完整的颗粒 没有干粉之后再加黄油 也可以用花生油和玉米油 最后成品做出来 黄油是最香的 花生油我个人觉得胃比较重 然后玉米油好像也没那么香 这个面团不需要出手套膜 只要面团光滑 就可以盖上保鲜膜松弛 大概20分钟左右 松弛好的面团 就像我们现在视频里面看到的一样 微微发酵的状态 会有很细微的气孔 然后平均分成12份 每一份大概130克左右 再将每一份面剂子 整理光滑滚圆 全部整理好之后 盖上保鲜膜 再松弛5分钟左右 然后擀成薄饼 擀好的饼厚度 大概在1厘米差不多吧 然后盖上保鲜膜 发酵至蓬松 发酵好之后再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 150度 大概20分钟左右吧 烤的过程上面可以再压一个烤盘 剩下的我们可以用电饼秤完成 没有电饼秤用平底锅也一样的 全程可以保持中火 然后将两面的颜色摊到焦黄色就可以了 然后中途一定要勤翻面 不然很容易就变焦掉了 刚出锅表皮是很香酥的 特别的香 如果侧边也想要香酥的口感 也可以像我一样 侧边也全部烤一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烤箱烤出来的成品 中途我有翻了个面 颜色是很漂亮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一点裂皮 真的是闻着就特别的香 它里面是很蓬松 那种口感像面包又像蛋糕 然后外皮就跟蛋卷一样香脆脆的 感觉用烤箱会比电饼秤做的会更香嫩一点